嗨,各位观众,欢迎来到不时人间烟火的老屋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带你们踏上一场惊奇之旅 一趟探索宇宙奥秘的旅程 你有没有想过,宇宙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 它的秘密是否藏在我们眼前看不见的维度之中? 在这个影片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宇宙的秘密 空间维度的角色揭秘这个令人著名的主题 我们不仅会提供详细的解释,还会提供丰富的资料 确保你们能够在轻松赏观赏的同时,真正学到有价值的知识 无需担心,这不是一场尖色的科学课程 而是一场充满趣味和惊喜的探索之旅 我们将从基本的空间维度概念出发 一路探索高于三维的奇幻世界 深入黑洞的时空弯曲 并思考维度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哲学观念的影响 所以,如果你想满足你对宇宙的好奇心 并在此过程中学到一些令人惊艳的事情 请立即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这个影片,并与我们一起启程 探索宇宙的秘密 一个维度一层一层揭露的秘密 都在等着你们发现 引言简要介绍主题 宇宙的秘密 特别是关于空间维度的奥秘 嘿,大家好 欢迎来到不时人间烟火的老屋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谈谈一个让人充满好奇心的主题宇宙的秘密 特别是关于空间维度的神秘之处 宇宙是一个浩瀚无垠的天地 充满了未知和谜团 而其中,空间维度则是一个令人著迷且深不可测的部分 它们不仅扮演着宇宙运行的关键角色 还影响着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方式 在这个影片中 我们将一探究竟 深入了解宇宙的秘密之一 空间维度 我们将以深入浅出的方式 带你们进入一个充满知识和启发的旅程 让你们能够在轻松赏观赏的同时 深刻领悟宇宙的精彩 所以,如果你也对宇宙充满好奇 想要解开这个神秘面纱 就让我们一起开始这场 关于宇宙和空间维度的探索之旅吧 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 因为更多精彩内容即将呈现在你面前 让我们开始吧 阐述为何这个主题令人注迷 为什么我们要深入研究它 这个主题之所以令人注迷 以及为什么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它 实际上涉及了人类固有的好奇心 和对宇宙的渴望更深入了解的两个重要方面 首先,宇宙的秘密 尤其是关于空间维度的奥秘 之所以令人注迷 是因为它们挑战了我们的智力极限 空间维度是一个超越日常体验的概念 它们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抽象和非至关的领域 这种挑战性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 使我们想要更深入地了解 以充实我们对宇宙的知识 其次,研究宇宙的秘密 特别是空间维度 对我们的文明和科学发展至关重要 理解维度如何运作 如何影响宇宙的结构和运行 不仅扩展了我们的知识界限 还有助于解决一些现实世界的重大问题 举例来说 时空的理解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础 对于我们理解黑洞 宇宙起源以及相对论等重要概念至关重要 此外,空间维度的研究也涉及到了科技和工程的领域 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受到高维度概念的影响 从全球定位系统GPS到虚拟现实技术 都依赖于对多维度空间的理解 因此,深入研究这一主题 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应用科学和技术 改善生活品质 总之,探索宇宙的秘密 特别是关于空间维度的奥秘 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 还有助于推动科学、技术和文明的发展 它们代表着我们对世界和宇宙的不懈追求 并激励我们不断深入挖掘知识的深处 以更好的理解这个奥秘的宇宙 什么是空间维度 空间维度是一个描述物体或空间 在不同方向上展开的方式的概念 在物理学和数学中 我们通常用维度数字来表示空间的维度数量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熟知的是三维空间 极长、宽和高 这三个方向可以用来定位和描述物体的位置 以下是一些简要的解释 一、一维空间 一维空间仅有一个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 物体只能在一条直线上移动 我们用一个数字通常是实数来表示其位置 二、二维空间 二维空间具有两个独立的方向 通常表示为水准和垂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使用一对数字 如坐标系统中的X和Y坐标来描述物体的位置 三、三维空间 三维空间拥有三个独立的方向 通常表示为长、宽和高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使用三个数字如三维坐标系统中的X Y和C坐标来确定物体的位置 除了这些基本维度外 物理学和数学也探讨了更高维度的空间 如四维、五维或更多 这些概念可能比较抽象 但它们对于理解宇宙结构和物理现象 如相对论和显理论非常重要 总之 空间维度是一个用来描述空间中方向的概念 不同维度的存在影响了我们对宇宙和物体运动的理解 定义空间维度 一个对我们理解宇宙结构至关重要的概念 空间维度是一个对我们理解宇宙结构至关重要的概念 它指的是宇宙中不同方向的数量和性质 这些方向可以用来描述物体的位置 运动和相互关系 空间维度是我们探索和理解宇宙 自然现象和物质世界的关键工具 简单来说 空间维度告诉我们宇宙中有多少个独立的方向 通常我们最常接触的是三维空间 它包括长、宽和高三个方向 用来描述物体的位置和运动 然而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也研究了更高维度的空间 例如思维时空包括时间作为第四维或更多维度的空间 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宇宙中的奥秘 总之 空间维度是一个关于方向和空间性质的概念 它在物理学、数学以及我们对宇宙和物质世界的理解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 理解空间维度有助于我们研究宇宙结构 物理现象并推动科学的进展 介绍三维空间以及为什么它如此重要 三维空间是一个关于方向和位置的概念 通常包括长度、宽度和高度三个独立的方向 以下是对三维空间的介绍以及为什么它如此重要的解释 介绍三维空间 三维空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熟悉的空间 它用三个独立的方向来描述物体的位置和运动 这三个方向通常被标示为长度、宽度和高度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使用三个数字 称为三维坐标来确定物体在空间中的具体位置 举例来说 当我们使用地图时 我们使用纬度、北南方向、京度、东西方向和高度、海拔高度来定位一个地点 这就是三维坐标的应用之一 为什么三维空间如此重要 一、日常生活应用 三维空间的理解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至关重要 它帮助我们导航、建造物体、设计建筑、制造商品等等 从Google地图上的导航到汽车的设计 都需要对三维空间有深入的了解 二、科学和工程 在科学和工程领域 三维空间的概念对于研究物理现象 设计实验和建构模型至关重要 物理学家使用三维空间来描述物体运动和互动 工程师使用它来设计产品和结构 三、艺术和设计 三维空间在艺术和设计中也占据重要地位 艺术家和设计师使用三维空间的概念来创造立体艺术品 建筑、动画和电影效果 让观众可以感受到更真实的视觉和空间体验 四、科学研究 三维空间的理解也在科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生物学、化学、地球科学等领域 研究三维结构和空间配置 可以帮助科学家了解分子结构、地球地形 以及生物体的解剖学等 总之 三维空间是我们理解和操作世界的基础 它应用广泛 并在科学、工程、艺术、设计 以及日常生活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理解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索和利用我们所处的世界 探索高于三维的空间 探索高于三维的空间是一个极具挑战性和抽象的概念 但它对于我们理解宇宙和某些物理现象至关重要 以下是一些关于高维度空间的介绍和相关概念 四维空间 四维空间包括三维空间以及一个额外的时间维度 这种概念在相对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它解释了时间是如何与空间相关联的 四维时空的理解是我们理解引力和宇宙膨胀等现象的基础 更高维度的空间除了四维时空外 理论物理学家还研究了更高维度的空间 如五维、六维甚至更多 这些额外的维度通常被引入以解释特殊的物理理论 例如弦理论 这些额外维度有时候被卷曲或缩小到无法察觉的尺度 因此我们无法直接感知它们 超立体和多维度几何 数学家研究高维度空间的几何特性 并创建了一些复杂的数学结构 如超立体和多维度几何 这些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高维度空间的性质和关系 虽然它们可能难以直观理解 应用于科学和技术 高维度空间的概念在科学和技术中有多种应用 如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网络结构分析等 在这些领域 高维度空间帮助我们处理和理解庞大和复杂的数据集 哲学和宇宙观 高维度空间的概念也引发了哲学家和宇宙观研究者的思考 它们促使我们思考宇宙的本质、存在和结构 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 总之 探索高于三维的空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和充满探索潜力的理由 它对于科学、数学、哲学和技术都具有重要价值 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宇宙的奥秘和复杂性 然而 高维度空间也可能超出了我们的直观理解 因此需要复杂的数学工具和抽象思考来探索 介绍高于三维的空间 四维、五维以及更高维度的概念 当我们探索高于三维的空间 我们进入了一个极具挑战性和抽象的领域 以下是有关四维、五维以及更高维度空间的简要介绍 四维空间 四维空间包括三维空间中的三个空间维度长度 宽度、高度以及一个时间维度 这种概念在相对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描述了时间和空间的结合 使我们能够理解运动 引力、时空弯曲和宇宙的演化 四维时空模型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基础 五维空间 五维空间包括三维空间的三个空间维度 以及两个额外的维度 在物理学和数学中 这种概念用于一些理论模型 如卡拉比克·莱因理论 这些理论试图统一基本粒子物理学 这些额外的维度通常是卷曲或紧凑的 以至于它们在我们熟知的三维空间中不易察觉 更高维度的空间 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继续研究更高维度的空间 如六维、七维、八维等 这些额外的维度通常出现在显理论 超引力理论和其他理论模型中 这些高维度的概念帮助我们解释物理世界中的一些复杂现象 但它们往往难以直观理解 需要使用数学工具来描述 应用于科学和技术 高维度的空间概念在科学、工程和技术中也具有实际应用 在数据分析中 高维度空间用于处理大量数据点 例如在机器学习和模式识别中 此外 高维度空间也在网络结构分析 金融建模等领域中发挥作用 总之 高于三维的空间概念是现代物理学和数学的重要一部分 它们帮助我们理解宇宙的结构和运作方式 并在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和理论模型中发挥关键作用 虽然这些概念可能抽象 但它们对于我们对世界的更深入理解至关重要 如何想象这些高维度空间 透过比喻和视觉视力来解释 想象高维度空间是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因为我们的感知和直觉主要基于三维世界 但我们可以使用比喻和视觉视力来尝试理解这些概念 一、二维世界的比喻 我们可以想象高维度空间的方式之一 是将其比喻为二维世界的延伸 想象一张平面纸 它是二维的 只有长度和宽度 无厚度 现在将这张纸向上推挤 形成一个立体物体 这个立体物体有了第三维度 我们可以称之为三维立体空间 同样的概念可以应用到更高维度 只是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这些额外的维度 它们可能卷曲或缩小到无法感知的尺度 二、色彩空间的比喻 想象一个RGB色彩模型 它是三维的 由红、绿和蓝三个维度组成 这个模型可以表示我们所见的所有颜色 现在 想象增加一个额外的维度 例如透明度或亮度 这样 我们就进入了四维色彩空间 虽然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这个四维色彩空间 但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这些维度来创造出更多的颜色变化 三、超立体的视力 超立体是一种几何学概念 它存在于高维度空间中 我们可以通过类似于投影的方式来理解这些超立体 想象一个三维立方体 然后想象一束光从第四维度方向照射在这个立方体上 当我们在三维空间中观察时 我们将看到这个立方体在不同角度下的投影 这些投影可以是各种多边形 但实际的立方体存在于四维空间中 这些比喻和视觉视力帮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理解高维度空间 虽然它们无法完全捕捉这些概念的复杂性 高维度空间通常需要更多的数学工具和抽象思维来处理 但这些比喻可以作为起点 帮助我们概念化这些抽象的概念 物理世界中的维度 物理世界中的维度是描述宇宙结构和运动的基本概念 以下是物理世界中的一些维度 一、三维空间 三维空间包括长度、宽度和高度三个独立的空间维度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处的基本维度 用于描述物体的位置和运动 二、时间维度 时间被视为宇宙的第四个维度 它与空间维度一起构成了四维时空 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基本概念 时空的弯曲和流动影响住物体的运动和引力 三、四维时空 四维时空是将三维空间和时间结合在一起的概念 这是相对论的核心 解释了物体如何在时空中运动 以及引力是如何形成的 四、更高维度的空间 在某些理论物理学中 如显理论 还包括了更高维度的空间概念 这些额外的维度可能不容易感知 但它们在理解宇宙中的一些奥秘 例如微观粒子的行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五、复维度 一些物理学和数学概念中还包括复维度 复维度通常用于描述抽象的数学结构 并且不直接对应到我们的物理世界 六、奇异维度 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可能会遇到奇异维度 它们不是整数也不是分数 这些奇异维度在一些物理理论中 具有特殊的数学和物理性质 总之 物理世界中的维度是描述空间和时间的基本概念 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宇宙的结构和运动方式 不同的物理理论和研究领域可能涉及不同数量和类型的维度 这些维度通常需要使用数学工具和物理模型来研究和理解 讨论在物理学中如何应用维度的概念 时空 显理论等 维度的概念在物理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用于解释宇宙结构 运动和基本粒子行为 以下是一些在物理学中应用维度概念的实力 一、时空的思维概念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将时间视为宇宙的第四个维度 构成了思维时空 这一理论解释了质量和能量如何弯曲时空 形成了引力场 思维时空的概念影响了我们对宇宙运动和引力的理解 并成功地预测了一些观察到的现象 如黑洞和引力波 二、显理论的多维度空间 显理论是一种理论物理学的框架 它将基本粒子视为微小的显 这些显在更高维度的空间中运动 显理论通常要求有超过三维的空间维度 以更好的描述显的运动和交互作用 这些额外的维度可能卷曲或缩小到微观尺度 因此我们无法直接改制它们 三、高能物理的多维度 高能物理研究中 多维度概念被用于解释粒子物理的一些特性 某些理论模型中 空间维度的数量可能比我们感知到的三维多得多 例如 超对称理论中引入了超对称维度 它们在描述基本粒子之间的对称性时非常有用 四、几何光学和折射 在光学中 我们使用折射法则来解释光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 这涉及到多维度的几何概念 例如光的入射角和折射角 以及光在空间中的传播路径 五、多宇宙理论 一些宇宙学理论提出了多宇宙的概念 其中每个宇宙可能存在于不同的维度或拓扑 这种理论通常涉及超越我们直观理解的高维度空间 并探讨不同宇宙之间的关系 总之 维度的概念在物理学中具有广泛的应用 有助于我们理解宇宙的结构 基本粒子的行为 以及宇宙中的奥秘 不同领域的物理学家使用维度的概念来发展模型 预测现象并推动科学的前沿 这些理论通常要求有超过三维的空间维度 以更好的描述 闲的运动和交互作用 这些额外的维度可能卷曲或缩小到微观尺度 因此我们无法直接感知它们 介绍为什么理解多维度宇宙对于科学家如此重要 理解多维度宇宙对科学家至关重要 因为它扩展了我们对宇宙运作方式的认识 并有助于解释许多复杂的物理现象 以下是为什么理解多维度宇宙对科学家如此重要的一些原因 一 统一物理理论 现代物理学寻求一个统一的理论 可以将所有基本力量和粒子统一在一个框架中 这样的理论通常需要超越我们感知的三维空间 以更好的描述基本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例如 显理论引入了额外的维度 以解释基本粒子的性质 二 黑洞和引力波 了解多维度宇宙有助于我们理解 黑洞和引力波等天文现象 黑洞是空间被极度弯曲的区域 多维度宇宙的理论可以更好的描述黑洞的性质 同样 引力波是时空弯曲的结果 多维度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引力波的产生和传播方式 三 基本粒子的性质 多维度宇宙的理论可以解释基本粒子的性质和相互作用 从而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物质的组成和行为 这对于高能物理研究和粒子加速器实验非常重要 四 宇宙起源和演化 理解多维度宇宙有助于我们解释宇宙的起源和演化 宇宙大爆炸理论中 宇宙的扩张和演化需要更高维度的概念来描述 包括初始条件和宇宙学参数 五 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 多维度概念不仅仅在理论物理学中有应用 它们也在科学研究和技术领域中具有实际应用 例如 机器学习中的高维度数据处理 以及网络结构分析等领域都涉及多维度概念 总之 理解多维度宇宙是对于物理学 宇宙学和科学研究的进展至关重要 它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宇宙的结构和运作方式 并提供料解释许多复杂现象的框架 多维度宇宙的概念不仅扩展了我们的科学知识 还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影响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发展 空间维度和我们的日常生活 空间维度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极其重要的概念 它影响着我们的导航 建筑 设计 交通和许多其他方面 以下是一些事例 说明料空间维度如何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一 地理导航 空间维度在地理导航中起着关键作用 当我们使用地图 GPS或导航应用时 我们实际上在使用维度 北南方向 京度 东西方向和海拔高度等三维坐标系统 来确定我们的位置 这些坐标帮助我们找到目的地并计算最短路径 二 建筑和设计 建筑师和设计师必须考虑空间维度 以创造功能性和吸引人的建筑和室内设计 他们使用三维空间概念来设计建筑 家具和其他物品 以确保它们符合人们的需求并提供视觉吸引力 三 交通和运输 交通系统的设计和运营需要考虑空间维度 从道路或桥梁的建设到飞机的航行和火车的运行 都依赖于对三维空间的理解 以确保安全和有效的运输 四 家居和空间规划 在家庭生活中 我们使用空间维度来规划家居和住宅 选择家居的布局 挂画的位置 房间的大小等都取决于对三维空间的感知和利用 五 运动和娱乐 体育和娱乐活动通常发生在三维空间中 从篮球场到游泳池 运动场地的设计和规划都必须考虑到空间维度 以确保比赛的公平性和安全性 六 艺术和表演 艺术家 舞者和表演者使用三维空间的概念 来创造立体作品和演出 舞蹈 雕塑 剧场等形式的艺术 都涉及在空间中创造视觉和感知的效果 总之 空间维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概念 无论我们是导航 住宅规划 运输 运动 艺术还是娱乐方面的活动 都需要理解和利用三维空间的原则 以实现我们的目标和需求 因此 空间维度在塑造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 讨论维度概念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例如GPS 虚拟现实等 维度概念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在科技和通讯领域 以下是一些事例 说明了维度概念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一 GPS导航系统 全球定位系统GPS是一个以维度和精度为基础的导航系统 它使用卫星信号来确定地球上的位置 GPS系统使用三维坐标系统 包括纬度 精度和海拔高度 以帮助我们准确地导航到目的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智慧手机 汽车和其他设备上使用GPS来找到方向的原因 二 虚拟现实 VR 虚拟现实技术是建立在三维空间的概念之上的 VR系统通常使用立体视觉效果 立体声音和三维建模来创建一个沉浸式的虚拟环境 让用户感觉自己置身于其中 这需要对三维空间的感知和模拟 以实现逼真的虚拟体验 三 地图和地理资讯系统 GIS 地理资讯系统使用地理空间数据和维度概念 来分析地理现象和地理资讯 它们用于城市规划 自然灾害管理 环境监测等领域 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管理我们的环境 四 游戏和动画 电子游戏和动画也依赖维度概念 游戏世界和动画场景通常是三维的 玩家或观众可以在其中自由移动 获得更加沉浸式的娱乐体验 五 空间设计和建筑 空间设计师和建筑师 使用三维空间概念来规划建筑物 室内设计和城市规划 它们考虑到维度 以确保设计满足实际需求 并提供美观的环境 六 网络结构和数据可视化 在计算机科学和数据分析中 高维度的概念用于处理大量数据点和网络结构 数据可视化工具使用三维和多维视图 来帮助人们理解复杂的数据关系 总之 维度概念在科技 通讯 设计 娱乐和许多其他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使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 模拟和应用三维和多维空间 它们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还推动了许多创新和进步 说明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体验高维度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虽然生活在三维的物理世界中 但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抽象的方式 体验高维度的概念 以下是一些示例 说明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体验高维度 一 颜色的高维度 颜色可以被视为一种高维度的概念 在传统的RGB颜色模型中 我们使用三个维度 红 绿 蓝来表示颜色 然而 实际上 颜色是由无数的光谱组成的 可以在更高维度的色彩空间中表示 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家和设计师 经常使用专业的色彩空间工具 来创造各种各样的颜色效果 二 音乐和声音的高维度 音乐和声音可以被视为高维度的概念 音乐可以包含多个维度 包括音高 音量 节奏 频率和弦结构等 合成音乐和数位音乐制作 利用这些维度来创造丰富的声音体验 三 文字和语言的高维度 语言是一个高维度的系统 其中单词 语法结构 语调 情感和含义等都是不同的维度 当我们表达想法或沟通时 我们实际上是在多维度的语言空间中 选择和组合这些元素 四 情感和情感空间 情感和情感状态可以被视为高维度的概念 心理学家和研究人员经常使用情感空间模型 来描述不同情感之间的关系 并将它们表示为高维度的向量空间 五 社交网络 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上 我们可以建立高维度的社交网络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征和关系 这些特征可以被视为维度 而我们在社交网络中的互动 可以被看作是在高维度的社交空间中移动 尽管这些事例中的高维度概念 不同于物理世界中的高维度 它们仍然提供了一个理解抽象概念的方式 我们可以利用数学 模型和工具来探索这些高维度的领域 以更深入地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 这些事例也凸显了高维度概念 在艺术 科学和文化中的重要性 黑洞和时空弯曲 黑洞和时空弯曲是相对论物理学中 非常重要和引人入胜的概念 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些概念 黑洞 黑洞是宇宙中极其密集的天体 它的引力非常强大 以至于甚至光都无法逃离它的吸引 黑洞形成于恒星塌陷时 当恒星的核燃料耗尽 并不能抵抗自身的引力时 恒星会崩溃成一个极小而密集的点 即黑洞的事件地平线 事件地平线是黑洞表面的边界 其内部是黑洞的光线无法返回的领域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称之为黑洞 因为它吸收了所有掉入其中的光线 使其变得漆黑一片 时空弯曲 时空是我们所处的四维宇宙 包括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 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理论 物体的质量和能量会是时空弯曲 就像将一个重物放在一块弹性膜上一样 这种弯曲导致了引力的产生 物体被时空弯曲所困住 所以我们感受到了引力 黑洞和时空弯曲之间的联系 黑洞之所以如此奇特 是因为它的存在导致了极端的时空弯曲 在黑洞的事件地平线附近 时空弯曲达到了极端程度 使光线弯曲到无法逃离的地步 这就是为什么黑洞内部的一切都被吸入黑洞 即使是光也无法返回 黑洞的特殊性质还包括 置心奇异性 黑洞的中心称为奇异点或置心奇异性 在这里 时空弯曲和引力达到了无限大的程度 并且我们的物理理论无法完全描述这个点 事件地平线 事件地平线是黑洞的表面 超越这个界线的物体无法返回 事件地平线的半径取决于黑洞的质量 霍金辐射 由于量子效应 黑洞也会发射辐射 这被称为霍金辐射 这导致了黑洞的蒸发过程 但它是极其缓慢的 因此大多数黑洞在我们的宇宙年龄内仍然存在 黑洞和时空弯曲的理论和观测研究 深刻影响着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并且它们仍然是物理学和天文学中 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 解释黑洞是如何在时空中弯曲空间的 黑洞是如何在时空中弯曲空间的 一个相对论效应 它涉及到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理论中的重力 让我们深入解释这个过程 一 质量造成时空弯曲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理论 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 即质量和能量不仅仅产生盈利 还是时空弯曲 这种弯曲效应是由时空的度量 或称度量张量决定的 它描述了时空中的距离和时间的度量方式 二 时空度量的变化 当一个物体拥有质量时 它会使周围的时空弯曲 就像在一个弹性布料上 放一个重物会使布料弯曲一样 这种弯曲会导致 在物体附近的物体受到引力作用 沿着弯曲的时空轨迹运动 三 形成黑洞 当恒星耗尽和燃料并无法抵抗自身的引力时 它会崩溃成一个极端密集的区域 形成黑洞 黑洞的质量非常巨大 它造成的时空弯曲效应也是巨大的 将事件地平线形成在黑洞周围 四 事件地平线 事件地平线是黑洞的一个关键概念 它是黑洞表面的边界 超越事件地平线的物体将不再能够逃离黑洞 因为时空在这一点的弯曲达到了无限大 事件地平线的半径取决于黑洞的质量 称为史瓦西半径Schwartz Child Radius 总之 黑洞之所以在时空中弯曲空间 是因为它的质量导致了时空的弯曲 这种弯曲效应被描述为引力 并使黑洞成为一个极端的引力陷阱 吸引一切接近它的物体 事件地平线是黑洞弯曲时空的结果 它标志住物体进入黑洞的不可逆过程 这个过程是相对论物理学中极具挑战性和奇特的一个方面 引发了许多研究和科学探索 探讨高维度如何改变我们对黑洞的理解 高维度的概念在改变我们对黑洞的理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虽然我们生活在三维的宇宙中 但物理学家利用更高维度的数学模型来深入研究黑洞和时空弯曲 这些模型提供了新的洞察和理解 以下是高维度如何改变我们对黑洞的理解的一些方式 一 显理论和额外维度 显理论是一个复杂的理论 试图统一引力和量子力学 在显理论中 宇宙有多于三个空间维度 这些额外的维度可以影响我们对黑洞的理解 例如 一些模型中的额外维度可以解释黑洞的性质 包括其质量和热力学行为 二 黑洞的多维度模型 物理学家使用多维度的数学模型来研究黑洞 这些模型允许我们探索不同数量的空间维度对于黑洞的影响 例如 某些模型中的额外维度可以改变黑洞的引力场 对其周围的物体产生新的引力效应 三 高维度时空弯曲 在高维度的时空模型中 时空的弯曲方式可能与三维时空不同 这些模型可以提供关于黑洞内部结构和事件地平线周围时空弯曲的新洞察 四 宇宙学和高维度 在宇宙学中 高维度模型可以影响我们对宇宙中黑洞分布和演化的理解 这些模型还可以解释宇宙的大尺度结构和暗物质等问题 五 霍金辐射和高维度 霍金辐射是一个描述黑洞辐射的理论 但在高维度时空中 霍金辐射的性质可能会有所不同 高维度模型可以提供对这种辐射的新见解 总之 高维度的概念扩展了我们对黑洞的理解 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这些模型不仅改变了我们对黑洞内部结构 事件地平线周围的时空弯曲和辐射等方面的看法 还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宇宙中的黑洞分布和演化 高维度的物理学不断推动着我们对这些神秘宇宙现象的研究 为我们的宇宙观提供了更丰富和深刻的知识 空间维度的哲学意义 空间维度在哲学上具有深刻的意义 它触及到我们对宇宙本质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的基本问题 以下是一些与空间维度相关的哲学意义 一 宇宙的本质 空间维度涉及我们对宇宙的本质的理解 哲学家一直在探讨宇宙的本源 存在的目的以及宇宙的结构 空间维度提供了一个框架 让我们尝试理解宇宙的形式和组织 二 我们的位置和存在 空间维度引发了有关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和存在的哲学思考 我们所处的空间维度如何影响我们的观点 知识和意识 这些问题涉及到人类存在的哲学基础 三 多维度宇宙 一些哲学家和物理学家提出了多维度宇宙的概念 即宇宙可能存在超过我们所知的三个空间维度 这引发了关于多维度宇宙的哲学问题 例如我们如何与其他维度互动 以及多维度对我们的生活和存在有何影响 四 虚构的空间 哲学家经常讨论虚构的空间 例如幻想世界 梦境或虚构小说中的宇宙 这些讨论引发了关于虚构与现实之间界限的问题 以及虚构空间是否具有真实性的哲学问题 五 对于无限和有限的思考 空间的无限性和有限性是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题 哲学家探讨无限空间的可能性 以及我们如何理解和处理无限性的思想 总之 空间维度引发了许多哲学问题 涵盖了宇宙 存在 多维度 虚构和无限性等主题 它挑战着我们对宇宙的直观理解 并激发了对这些重要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讨论 通过哲学思考空间维度 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我们自身 以及我们所处的宇宙 讨论空间维度对哲学和宇宙观的影响 空间维度对哲学和宇宙观有着深远的影响 它们触及了一些哲学上最基本的问题 并重新定义了我们对宇宙本质的理解 以下是一些空间维度对哲学和宇宙观的影响 一 宇宙的本质 空间维度影响了我们对宇宙的本质和结构的理解 宇宙的维度结构成为哲学家讨论的主题 并引发了关于宇宙是如何形成的 是否存在其他维度以及宇宙的终极命运等问题 二 我们的位置和存在 空间维度引发了有关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和存在的哲学思考 我们所处的三维空间维度如何塑造了我们的观点和认知 以及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是什么 这些问题激发了人类存在的哲学探讨 三 多维度宇宙 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讨论了多维度宇宙的可能性 即宇宙可能存在超过我们所知的三个空间维度 这引发了关于多维度宇宙的哲学问题 例如我们如何与其他维度互动 以及多维度对我们的生活和存在有何影响 四 时间和空间关系 空间维度对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相互关联的 并且可以受到引力的影响而弯曲 这种关系挑战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传统观点 并引发了哲学上的许多反思 五 虚构的空间和现实 哲学家讨论了虚构的空间 如幻想世界 梦境或虚构小说中的宇宙 以及这些虚构是否具有真实性的问题 这些讨论挑战了我们对现实和虚构之间界限的认知 六 无限性 空间维度引发了有关无限和有限的思考 哲学家一直在讨论宇宙是否具有无限的空间 以及无限性如何影响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和宇宙观 总之 空间维度对哲学和宇宙观的影响是深远而多样化的 它们触及了我们对宇宙本质 我们在其中的位置 时间和空间关系 多维度宇宙 虚构和无限性等一系列基本哲学问题 并推动着哲学家和科学家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和探讨 空间维度的概念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宇宙观 还激发了对这些重要问题的深入思考 探索不同文化和宗教对维度的看法 不同文化和宗教对维度的看法 因其背后的世界观和哲学观点而有所不同 以下是一些文化和宗教对维度的看法的例子 一 印度教 印度教有一个深刻的宇宙观 称为布拉曼 它包括无限多个宇宙 每个宇宙都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这些宇宙被称为洛卡 而每个洛卡都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维度 印度教教义中的维度是多层次的 并且与灵性和宇宙的运作相关联 二 佛教 佛教教义中也包括多个宇宙 这些宇宙是轮回的一部分 佛教的宇宙观强调了生死轮回 并且认为存在在不同宇宙中的个体 可以在生死轮回中迁移 三 基督教 基督教的宇宙观通常强调 上帝创造了一个有限的三维宇宙 其中时间和空间是有限的 基督教对宇宙的理解通常是单一宇宙的观点 四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中的宇宙观也强调了上帝的创造 宇宙是有限的 并且被创造出来的 时间和空间被认为是有限的 并受上帝的支配 五 道教 道教有时被认为具有更抽象的宇宙观 强调了道套作为宇宙的本源 道教的宇宙观可能不像其他宗教那样 强调具体的维度或创造论 六 原住民信仰 许多原住民信仰具有与自然和宇宙密切相关的宇宙观 它们可能包括与特定地点 山脉 河流和星星等自然元素相关联的维度观念 需要注意的是 每个文化和宗教都有多种流派和解释 因此它们对维度的看法可能会有所不同 宗教和文化的宇宙观通常反映了它们的价值观 历史和传统 并在各自的信仰体系中起着重要的角色 因此 维度观念在不同文化和宗教中有着多样性和丰富性 反映了人类对宇宙和存在的多重理解 结论总结本视频的主要观点和教育目标 鼓励观众继续探索宇宙的奥秘 深入了解维度的重要性 在本视频中 我们深入探讨了宇宙的秘密 空间维度的角色揭秘这一主题 以下是本视频的主要观点和教育目标的总结 本视频旨在 1.介绍了宇宙的秘密 特别是与空间维度相关的奥秘 我们探讨了为什么这个主题如此迷人 以及为什么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它 2.定义了空间维度 并解释了它是一个对我们理解宇宙结构至关重要的概念 3.探索了三维空间以及为什么它如此重要 以及如何想象它 4.勾勒了高于三维的空间 包括四维 五维和更高维度的概念 并通过比喻和视觉事例来解释如何想象这些高维度空间 5.讨论了在物理学中如何应用维度的概念 包括时空和显理论等 6.介绍了理解多维度宇宙对科学家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影响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7.探讨了维度概念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影响 包括GPS、虚拟实境等 8.解释了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体验高维度的一些事例 9.探讨了黑洞和时空弯曲的概念 以及它们如何与空间维度相关联 总之 本视频的主要目标是激发观众对宇宙和空间维度的好奇心 鼓励他们继续深入探索这一令人著迷的主题 了解维度的重要性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还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科学、哲学和文化中的多种复杂概念 通过不断学习和探索 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我们所处的宇宙的奥秘 收尾感谢观众观看这个视频 鼓励观众订阅频道以获取更多有趣的知识影片 感谢观众观看这个视频 希望您在本视频中获得了对宇宙和空间维度的更深入的理解 如果您对这个主题或其他有趣的知识感兴趣 请考虑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获取更多精彩的知识影片 我们期待与您继续分享有趣的教育内容 再次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